這個燈光雖然小的跟信用卡差不多大 但全亮了之後卻能照亮整個房間 還自帶九種特效的Aputure MC 目前你在YouTube上看到的開箱影片 都只有開到單顆的 而我一次開箱四顆 這套4Light Travel Kit 今天就來開箱給大家看看吧 嗨 我是六指淵 如果你是老觀眾 就應該知道2017年的2月 我第一次開箱影片就是介紹 永諾的YN360全彩變車燈 那個時候的我連頭髮都會彩色的 大家好 歡迎收看六指淵的開箱影片 那今天要開始這一支 好用的YN360持續燈 那這種能變色的燈光 一直以來對我來說都非常有吸引力 那當年也很多人因為我那支影片 而買了這款燈 而這款燈也真的陪著我用到了現在 今年我發現了一款超越我想像的神燈 不是這個神燈 這個神燈才對 它是一款可以隨身放在口袋 又可以吸附在金屬上面的小巧色燈 那我就來簡單介紹一下 這盞燈的亮眼功能好了 好 首先它可以連接APP 那基本上就是可以調整色光的所有顏色 還有包括亮度都可以調 好 再來也可以複製 現實生活中的所有顏色 像這個藍色 一樣的藍耶 這超酷的 好 比如說我要這個愛心 粉紅色 欸 它就變粉紅色的燈了 它也可以匹配現實環境中的色溫 像比如這個燈 它就複製成一樣的色溫了 然後再來就是重點了 它居然還有自帶特效 還有像是狗仔隊 來 我播放一下 好 像現在這個就是狗仔隊的光效 會很像按快門的閃光燈 欸 不好意思 不要拍 好 那其他還有像是派對啊 警燈啊 火光啊 呼吸 電視 雷霆 燈泡故障 煙火 滿豐富的 總共有九種 那只有單顆我覺得還不夠看 欸 既然我們有四顆了 我們就來看看四顆一起做這些特效的感覺 長怎麼樣吧 那我買的是它的Full Lights Travel Kit 就是特別在有AC充電箱 包裝盒打開 可以看到有酷炫的手提箱跟包包 那箱子裡面當然就是裝燈具喔 袋子裡有充電線跟電源線 還有樓光罩 套上去看看 欸 感覺挺不錯的 那我們來試一下充電 線插上去後就可以看到 這四顆燈正在用無線的方式充電 色燈的本體真的很輕薄短小 後面可以看到有兩塊磁鐵 像這個燈後面有這兩個磁鐵有沒有 基本上你就放在這邊 欸 它就會被吸住了 所以也就是因為有這個磁鐵 我們就可以任意的 欸 吸在自己想要的金屬位置上面 你看 是不是超方便的 好 那我現在已經迫不及待來看看 如果我們今天用四顆燈 展示那九個特效會長怎樣 因為如果你只拿單顆 其實亮度還是不太夠 但四顆應該夠了吧 好 我們就這樣 兩個微側 然後兩個正中間這樣 好 現在有四盞燈了 那相信你們剛剛也有看到 我用APP去控制我的燈嘛 那它真正強大的就在這個APP連接的技術 像我之前這個永諾360 它只能藍牙一對一連線 那愛圖是Aputure這一款 我不知道它怎麼辦到的 一樣是用藍牙 但是它可以一對多 我現在這邊有四台 我就可以一次控制四個燈了 哇 好亮 好 調小一點 好 你看四個一起亮 我可以控制每一盞燈要不要打開 或者是開其中一盞燈 或者是全部都把它打開 調其中一個的亮度 喔 是這一盞 或是調整體的亮度都可以 所以我今天如果錢夠多 喔 沒有那麼多 買了一百台 三萬台 那我就可以用這個APP 控制所有燈光耶 超酷 現在這樣有一種魔法陣的感覺對不對 換個顏色 這樣應該更像 像這樣 哇 超酷 好像我手在那邊 稍微震動就好像可以 召喚出什麼東西一樣 那我現在先來測試一下 四盞燈所有色光的顏色 到底會長怎樣 紅橙黃綠藍電子 就是燈的所有色光 都有辦法做得出來 好 那我已經迫不及待 來玩玩看它的特效了 來 我們點右上角這個光效 好 剛剛是狗仔隊嘛 播放 喔 沒錯 我以為真的就是超亮 然後感覺就是 有四個狗仔在這邊一直狂拍我 等一下 這個需要一點道具 欸 不好意思喔 這個是我的私生活 你們不要再開了好嗎 喔 對 像這樣也可以弄一項道歉記者會有沒有 劉子昀 你還有什麼話想說的嗎 呃 關於這件事情 我們這邊會強力譴責當事人 呃 我們 這是跟一個炸雞在交換 呃 對 那我們 我真表遺憾 那我在這邊跟大家鞠躬道歉 對 沒有錯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它不是每一盞燈一起同時閃 它是個別隨機閃耶 這樣就更加真實更加方便了有沒有 好 那下一個是派對 我們來看看四盞燈的派對長怎樣 我不確定這是哪一種派對 但我覺得沒有一種很High的感覺 通常派對不是應該閃得很誇張嗎 嗯 這個 我不知道耶 你們覺得有派對的感覺嗎 好 那在下一個就滿酷的喔 是井燈 好 我們點來看一下 喔 現在這個是閃紅燈 這眼睛其實滿痛的 那我們換紅藍閃 好 這個有點刺眼 我覺得拍片的時候不要擇視它比較好 好 那我換下一個 再來是火光效果 現在這樣就是火焰的感覺 嗯 頻率我覺得不太夠 看距離起來會不會好一點 好 前面有一團火這樣子 欸 取暖 有像嗎 好吧 火焰我覺得還好 它沒有像我想像的呼吸那麼的強烈 所以變成我們拍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有人用一個黑色的板子 或是手在那邊一直交替這樣子用 或者是一直要有人在那邊調這個亮度 在那邊一直在那邊刷 這樣有沒有比較像 好 那再來呼吸 來 我們播放看看 這就是呼吸燈的感覺 那它這個呼吸也可以調成各種顏色 看你要哪一種顏色的呼吸 那我們就按確認 那它就會變成那個顏色了 好 那接下來是電視 好 後面剛剛有一個沙發 就一個很慵懶的樣子 好 調一下遙控器 有感受得出它在呈現那電視畫面 場景的切換 造成了不同光線的影響 好 那接下來是燈泡故障 來 我們播放看看 好 那邊 噢 燈泡故障 我其實這樣轉過來給你們看 它就是這四顆燈泡故障 好 我把它吸在這個上面 有沒有 像這樣 主角就可以演說 有什麼怪東西在這裡嗎 有沒有 很適合營造氣氛 你可以看後面那些影子 對 這個效果還滿不錯的 好 再把它擺回來 好 那最後 煙火 好 我們來播放看看 喔 好繽紛喔 它這個會輪流用不同顏色呈現耶 就會好像真的模擬天上的煙火 從最亮然後到慢慢最暗這樣 有沒有 它會突然炸一下 然後再慢慢熄滅這樣 這感覺可以把這幾盞燈 放在窗外 就可以拍主角沒有朋友 陪他去看煙火 自己在家看這樣 好 那我們窗外這邊剛好 有一個陽台 所以我們可以把我們的燈架在這裡 然後待會我就進去把窗簾拉開 感覺就好像看窗外的煙火一樣 好 像這樣 有沒有 好 漂亮的煙火 漂亮 好好 可能我們端午連假都可以出去玩 好 那既然外面的燈都架好了 我們就來順便試另外一個效果 雷霆 就是打雷啦 對 這也可以製造打雷的效果 來 我們播放看看 喔 欸 有下嗎 打雷會這樣閃嗎 第一下是滿像的那個蹦 可是後面 我是不知道打雷會不會這樣黃閃 那這邊有一個觸發鈕 就是如果你頻率射很低的話 你可能等不到這個雷什麼時候打 你可以直接按觸發 喔 它就炸出來 你們覺得有下嗎 我把這個窗簾打開來 按觸發 喔 打雷了 怎麼辦 我們要帶閃 啊 沒有啊 打雷就不要出門了嘛 對不對 好 那最後我來嘗試對一些簡單的物件 進行打燈測試 可以任意變換自己要的色調 或控制光線強弱 留言告訴我你們的想法吧 好 那最後我們把這四顆燈 射成無限設計學院的 四個主要射票作為結尾喔 以上就是我們對這個AFTRA 4Live Trouble Kits的實測 這樣我覺得之後拍片 應該可以玩出更多變化 好啦 那最後影片結束了 喜歡的話歡迎分享 並且訂閱 追蹤 六指按Huber 每週晚上6點準時發布影片 Bye Bye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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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